主席 主席 我們先請次長 張次長 財政部張次長 國有財產局張局長 國有財產局張局長 營建署葉署長 營建署的營建署 內政部營建署 還有我們內政部次長 林次長 內政部林次長 請駐盟的 不是那個 對 駐盟的 彭楊凱 請那個 教授 彭先生 還有金建會 對不對 金建會是哪一位 黃副主委 各位 我想 首先請教一下 我們的金建會 你們今天的報告只有一頁 對 也沒有分析也沒有統計也沒有對策 更沒有願景 你這個政策是要怎麼樣 整個台灣的高房價都沒有辦法 你們都束手無措 請 這種建議是不是請公讀生協的 我想跟委員報告 今天因為訴求在 你們今天會是嚴重的失職 社會出租住宅的部分 是內政部件 嚴定的一個計畫 那我們在整體的 這個房屋 健全房屋市場 的這個方案裡面 事實上4月份 我們就提出六大的方向 我現在說你們今天的報告 只有一頁 太離譜了 還有你現在這一陣子 我們那個熱錢湧進台灣 你們怎麼要去防止這個熱錢的炒作 房地產你們的對錯是什麼 熱錢的部分當然還涉及到中央銀行的一些 我只是把這些問題拋出來 你們要趕快處理 我看你們今天只有一頁 的報告非常非常的失望 整個台灣的住宅政策 如果是叫 用你們這樣子出來的話 那將來是 我不曉得會走到什麼地步 接下來我們市長 內政部市長 那個 這個 烏員跟雨桌 院長本來說要 要來 要不算進去嘛 消費者 權益保護協會也有 都會去陳情了 可是呢 後來又 改為說 本來 不能登記辦理 現在又改為說只是部分 那麼內政部部長呢 也說要在11月份來解決這個問題 10月底要研議成功 那現在問題怎麼樣 有沒有解決了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各方都有很多的意見 所以我們目前還在 其實我想 烏員的部會已經 你們部長答應 我在內政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部長答應說在10月份要解決啊 有一個結論出來 還沒有 因為我們有目前 又在請相關的這一些工會 來提供意見 那目前資料還沒有會 還沒有解決就對了 現在已經 11月喔 你們答應10月底要解決這個 宇宙跟宇棚的問題齁 這個要趕快處理齁 謝謝 我們趕快 那你剛剛好像委員也有質詢說 這個租金利息跟住宅 社會住宅為輔 租金補貼要為主 你們這兩個 到底是怎麼搞的 你現在租金補貼只有3600怎麼夠呢 我是覺得這兩個政策 是要並行來處理啦 你現在整個房東他不願意 你說好啦 3600 房東也不願意拿出證明出來啊 他也不願曝光啊 那為什麼叫做租金為主 社會住宅為輔呢 你剛剛也一再再再回答委員的問題是這樣講耶 你們這樣還有心要來推動住宅政策嗎 你還是要用補貼是不是 不是 報告委員 因為補貼的這個租金補貼是我們現在就已經有的措施 那我們會繼續推動 有的措施那個不計是嘛 但是我們會把它新建和拿入 你現在有兩個方案 一個是比較長遠的補貼 一個是臨時性 那只有一年喔 恐怕有很多人都不曉得 那個3600只有一年耶 你要怎麼解決房屋的問題 那他雖然一年的話 但是每年再重新申請 只要符合資格的 他還是可以繼續再享有 繼續享有 你也沒有說要幾年啊 對不對 這種政策是非常非常 沒有不定的政策啊 這個叫做政策嗎 報告委員 那是我們的可能方案裡面的方式之一 那你們現在 好 你們現在口口聲聲說要從銀髮族 對不對 跟何宜住宅這邊來處理 那請問一下 你們現在所推出來的銀髮族 單身2萬塊 雙人的要3萬塊 這個叫 你乾脆就回到市場機制去了嘛 就不要規劃 你規劃這個幹什麼 這麼貴誰住得起啊 呃 報告委員 那個部分是 那學生一品要一千兩百萬 不一千一千二 那你現在租起來九千 那九千的 我看只有大陸的那些 不住3萬塊的人才可以租得起 或者的話 本地的學生可以嗎 你們這樣規劃對嗎 報告委員 現在我們的整體的社會住宅方案的話 那並 因為剛剛委員報告指教的是 財政部目前在處理的公有土地的 我覺得這些規劃都要檢討啦 你們這些規劃是行不通的啦 還有合宜A7站的合宜住宅 你們怎麼規劃 你們一坪要15萬 啊15萬 那那個低首德的人 可以買得起嗎 如果30坪的話 要五六百萬 報告委員 如果是在這個規劃 鄉下的房子都不需要五六百萬啦 人家何必去買那邊 對不對 人家11年才可以 可以 可以住的買得起耶 這個是營建署嗎 是 誰在規劃 呃 是我們營建署在規劃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在推出的時候 他當然是會服以我們的這個購屋的這個利息補貼 對我們這些就比較弱勢的這個部分 他會互相來搭配來推動的 現在你們合宜住宅 如果規劃這樣的話 我相信 沒有一些年輕人可以 沒有年輕人可以買得起啦 你這個合宜住宅主要就是針對著這些 新陳家的嘛 對不對 是吧 我們青年安心成家方案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會給購屋的這個利息補貼 前兩年免利率 那同時的話 如果他針對他沒有想要購屋的話 我們同時也有利息的那個 租金的補貼 你們齁 我想再請請教一下 你們那個營法族的住宅齁 裡頭的有沒有一個 細部的規劃 那這個營法族住宅 比如說他不需要 他很多 現在當然有健康老人 有這個障礙老人 會去住嘛 對不對 那你這個協助型的居住方式 比如說協助的 還有他的那個行動不便的 需要照顧的 這些模式都要規劃出來 才叫做社會住宅 或者你們到現在沒有 沒有考慮到這個部分吧 報告委員 我們的整體的社會住宅 這個部分針對老人的話 一定會有無障礙空間 所有照顧的需求 那可是如果您 不是我現在是說 裁判部剛的推出的部分 那他會跟我們的設政單位 會充分來做溝通 如何給這個老人 營法族他的需求 他當然有健康老人 跟障礙老人 對不對 障礙老人裡頭進去的 這個模式規格還有浴室 整個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還有什麼送餐到 送餐到家啦 他洗澡的部分啦 社會社區支持的部分 還有去去機構化之後呢 他的老人照顧 全部是在居家 我們現在長照 長期照顧一部分 整個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居家的服務 比較多 如果說將來老人老人住宅 沒有規劃把這些考慮進去的話 你等於要規劃出來的 等於他們根本不能使用 有等於沒有啦 所以這個部分 請你們在規劃的時候呢 要很小心的去考慮 好不好 謝謝委員指教 我們社政單位的這個部分 一定會給我們充分的資訊 一定會符合老人的確實的需求 我們 曾經到荷蘭去參訪過了 他整個的 荷蘭的那個社會住宅 他整個是從可支配所得的 百分之六十的人都可以申請 換句話說 他的官員 他的一些收入低的 全部都可以申請 他們規劃是這樣子 他們是百分之 像新加坡百分之八十五十 以社會住宅 十五十還是社會回歸市場機制的 一個競爭性的 比較豪宅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的規劃是怎麼樣 向委員報告 因為大家各界對我們的期盼 都希望說我們能夠更周圓的 把不同的需求 包括他確實的這個量 能夠再做出一個充分的調查 跟溝通 而且包括我們針對不同需求 他希望的 包括設施設備 希望達到什麼樣的標準的話呢 我們都會再進一步 召開座談會以後 我現在請財政局的 你們現在五百坪以下的 那個院長 五百坪以上的 台北市 台北市五百坪很多 你這樣子 你們這樣子是在什麼 為什麼要把這樣子來規劃呢 台北市五百坪以下很多 你們現在大量的釋放出去 將來是要社區化的這個社會住宅 你們這樣的規劃 我覺得你們要去 台北市五百坪上五百坪以下都不賣 台北市都不賣 地勒 對對都不標售 五百坪 院長不是說五百坪以上才不標售嗎 你們現在五百坪以下全部一直在標售啦 沒有台北市沒有 台北市沒有 其他地方有啦 其他地方有 是是是是是 那其他地方也不能這樣子的政策這樣一直跑啊 你其他地方你說五百坪 確實是可以建很多的 比如說住宅的部分 我們現在社會住宅概念就是說 不是跟一般人分開喔 你上面可以賣 是不是下面四樓以下 比如說香港 他四樓以下就是規劃社會的住宅 社會福利機構 皮膚工廠 整個社會的服務 服務的部分全部在四樓以下 是不是將來我們在都會地區 也應該來規劃這樣子 社會住宅也內政部規劃啦 我們提供土地而已啦 目前提供土地給他選 對啊 你們要配合啊 你不能說土地這邊一直賣 到時候他們要蓋社會住宅都沒有地 那怎麼辦 沒有賣啦 委員沒有啦 我們現在是提供的 現在齁 現在這邊齁 社會福利機構 社會福利照顧住宅 照顧弱勢 照顧單親家庭 照顧這些身心善者 已經是幾乎就是 所有住宅的0.08啦 我們的比例是這樣 可是呢 你現在沒有好好的規劃 把這些可以用的地 一直都把它釋放出去的話 你將來要怎麼做 做整個社會住宅呢 你前面先拋出去啦 後面怎麼辦 對不對 我希望呢 是不是 財政局這邊 是不是成立一個跨部會的 我們這邊 軍監會或者是內政部 成立一個跨部會的 這種事情是 比如說 內政 國有財產局 金監會 還有這個 都有關係的 成立一個跨部會的 一個委員會 社會住宅規劃委員會 可行嗎 整個房市的方案 健全房市的方案 金監會有跨部會的 他在匯總一個方案 那社會住宅的部分 是內政部有在規劃 也是跨部會在整合啦 那財政部就 我希望你們成立一個跨部會的委員會啦 齁 這個 相當有關係 你不能說光靠內政部來規劃 營建署來規劃 那個都不妥啦 都沒有辦法去完整啦 好不好 因為那個 設的層面太廣了齁 好 我這邊有一個 我舉辦 社會住宅命運與機會的公聽會的結論齁 這個我想等一下交給你們 來做這個 執行方案的方向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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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